哈囉大家好我是林九 那我現在人在這個防疫旅館 那就是沒錯就是我新冠肺炎是確診了 那我在四天前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呼吸有點困難 夜晚的時候都會有點喘不過氣這樣子 然後去看了幾次門診之後 在31號就是去做這個快篩還有這個核酸檢測 那快篩是陰性的核酸是陽性 那這一次的 我覺得這次的疫情跟病狀是很多變的 然後我覺得很危險 像我就是其實 我從27號開始有點呼吸困難 但是我沒有任何的發燒 然後還有什麼咳嗽等等之類的 新冠的症狀我都沒有 那連去門診也沒有辦法 就是照X光片也還是肺部正常什麼都正常 就是真的真的你知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病毒 真的只能用檢驗的方式 對所有的什麼症狀什麼其實真的不一定準 那我現在本人的狀況就是有點像感冒的感覺 然後有時候會暈下 然後心跳會有時候會加快 對然後晚上的時候會比較會有呼吸困難 但我現在的狀況好轉蠻多的 那時候我還吃了過敏藥 然後我就覺得我的呼吸困難有好轉 所以我只想要強調說這次的症狀是很多變的 那就希望大家要多洗手 然後戴口罩 然後好好照顧自己 好不好平安健康 然後再見